雪兰娥和四座绿水站发生气味污染事故 导致雪龙七个县区毫无预警治水 掌管雪州基础设施的行政议员伊战哈欣指出 预计水工会在星期五全面恢复 伊战哈欣昨天指出 水压较低的住宅区需要多一些时间恢复水工 但大多数的用户都能在24小时内获得水工 水工恢复过程将会根据地区分阶段完成 他强调有关当局将对造成气味污染的工厂 采取严厉的行动 也会继续监测涉及的地点 确保不再发生污染事件 另外大马消费者协会联合会主席 拿多玛利木都抨击国家水务委员会监管不力 今晚20年来一直发生水工中断的事件 但是当局并没有采取严厉措施 也缺乏针对医院和学校的应急计划 今天是有ן资料 大马消费者协会联合会主席 协会联合会主席 我们在小时内发生这种 温暴调煮的帮助 优优独播剧人 所以还是要任何三幸 遍 他的